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2024年4月10日 美国东部时间 现在是晚上时间 这个今天啊 这个在节目之前 有个最新的消息 朝中社称 周四啊 因为朝鲜现在的周四一早 金正恩在视察 朝鲜主要军事大学时表示 朝鲜周围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 意味着现在是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战争 准备的时候了 说是该开始要准备战争的时候去了 这个啊 他说如果敌人选择与朝鲜进行军事对抗 朝鲜将毫不犹豫的动用一切手段 对敌人进行致命打击 除此之外啊 这个俄罗斯啊 也对于 这个乌克兰也开始发话 更重要的 伊朗也全面啊 已经已经开始说了 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伊朗 据最新的消息声称啊 可能24小时内 将会发动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啊 以色列也在全面准备中 我想听听啊 斯里拉格先生啊 对这一系列的事情 这两个礼拜的局势 你分享一下啊 你怎么看 听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就我先拿这个新闻 作为一个引子吧 如果说朝鲜在 比如说半年前 一年前 发这么一个表态的话 对吧 也经常发这种表态嘛 对这个整个的西方世界 都会有比较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比较敌对的这种表态 如果发生在之前的话 可能说还没有那么敏感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 其实是一个脑洞啊 一会儿回到这个 这个主线上来 现在是一个脑洞的 我其实都在想 就是说他这个表态 到底是说给美国听的呢 还是说给这个中共听的 为什么呢 就是前段时间放出来 这个金正恩的 这个女儿的这个表姐 或者表妹 被这个中联部扣押的 这个人 在北京这个小女孩的 这个事情 其实 这个时间点 在做这种表态的时候 就会让人 就是让我自己就感觉 不得不去联想 最近这个 失去的一些变动啊 就是说特别是说 我们爆出来这些消息的话 就是说 还是我们节目里边 其实经常说嘛 这些领导人 包括说金正恩在内 也包括说这个 伊朗啊 俄罗斯啦 中共啊 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人 去挺 这个 你加进去一个因素 在这种比较复杂 或者说比较不稳定的 这么一个状态里边 你加进去这么一个因素的话 其实对于金正恩 心里边想的 就是除了说 他要跟他的这个 这帮这个大佬的 这个像什么中共啦 像什么俄罗斯啦 要保持这个 这个同一个战队 要做一些事的话 同时的话 应该有一些这种 自保的行为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 别管是你西方世界 还是说 中共要去捅刀子的话 别管谁来捅刀子的话 反正他都 都会这个 跟你干到底 也是一个脑洞啊 然后回到这个主线上来讲的话 主线上来讲的话 从金正恩的这个表态 就是说 现在已经需要 做这个战争准备了 再加上这个伊朗呢 跟以色列的这个事情的话 已经 酝酿了一段时间 因为是这个摘月嘛 所以说 这个相当于说 一直在憋这个劲 一直在 溅在弦上 那么现在摘月结束了以后的话 就可以说是 就是说已经是 准备好了 如果说 要动的话 他也就动了 如果是不动的话 就以这个 中国文化里边 这个这个古话来讲 一股作气 摔三二节的这个道理 如果他不动的话 那么 他本身的士气 他本身的一些积蓄的 一些能量的话 也就会被 他的这个不作为放掉 那么俄罗斯这边 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就是说 除了说乌克兰这个点的话 又有征兵的事情 然后又有他这个 各种各样这种核威胁 包括说对一些 北欧的国家的这种威胁的话 俄罗斯这边是已经早就准备好了 中共这边的话 也是一直在520这个时间点上 在准备着做台湾 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 我们之前说520 520一直就是盯着台湾这个点 但是你可以想象的话 整个的这个世界 其实是一盘局 朝鲜准备好了 这个俄罗斯也准备好了 伊朗也准备好了 这边整个的这个邪恶周心的话 应该说他们现在的话 是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的话 要么出招 要么的话 这个招就有可能被自由世界卸掉 这是我对这个新闻本身的一个看法 然后回到这个再稍微退远一点的话 就是说 从这个历史 或者说这种历史的这种 相似度来讲 我感觉 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说中共呢 可能也包括俄罗斯 就是中共跟俄罗斯 其实这两帮的这种思想意识 或者意识形态 其实是不是那么完全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就是说领土扩张 然后这个去吃 改变这个自由世界的秩序 然后他要去这个开疆破土这一类的话 而对于中共来讲的话 他其实从爆出来 这个习的这个内部讲话里边 或者内部谈话里边的话 也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自己的话 就是说美国不敢使用核武器 然后整个的 中共这边的话 他希望说 以一种超线战的一种形式的话 来拿下台湾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话 他一直以为 就是说在超线战的战场上 或者说这种策略上来讲的话 他本身是在航的 然后他本身是 就是这个肯定能就就他们内部内部那个话是怎么说的 说什么能能打胜仗 然后一定能打赢等等 就是这么一种形象 但是其实我们回到历史的这个大的这种背景上来讲的话 你说美国不会打超线战吗 我不认为说美国不会打超线战 为什么呢 因为从现代社会这么多年 几十年的这种和平的背景上来看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别管说美国西方文明世界这边 这边他做什么 或者说他计划什么的话 我们已经习惯了说 你要把这些事情做在明面上 要做在这个光线里边 要有审计 然后这个国会听证等等的话 但是这种 然后这个邪恶周心里边的话 别管是中国一朝这些邪恶政权来讲的话 他们做什么事情的话 都是偷偷摸摸的感 他自己也知道 我们节目里边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们自己也知道做的是一个邪恶的事情 其实是这样的 他们的这个心态啦 筹划啦 然后部署啦等等的话 他自己心里边内心的深处 其实知道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他们做什么事情的话 都会偷偷摸摸 像什么南部走线啦 放病毒啦 等等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偷偷摸摸的这么一个事情 好像说我们又已经习惯了说 邪恶周心这边偷偷摸摸 然后这个自由世界这边要被这种 放在阳光下的这种事情 作为一个束缚 作为这些法律啦等等的话 人权啦等等的话 作为一个束缚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二战的这个历史来讲的话 其实历史并不是完全是这个样子的 你想如果说当时 美国是光明正大的打的话 他跟苏联打的不应该是一场冷战 而是一场热战 那他打冷战的时候 就从冷战一开始到后来的话 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 从方眼来看的话 感觉就是 就是其实是一场超限战 就是比如说经济上对你制裁 然后这个贸易上对你制裁 科技上对你封锁等等的话 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是一种超限战 意思就是说 哎那你愿意打官司 我们就过来打官司吧 对吧 打官司之前的话 反正这个事情还是要 还是要按照这个制裁 或者说封锁的这个过程 来去来去执行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 这个怎么讲的 有点像这种商战吧 或者说这种 就是说比较比较 比较称呼比较深的这种做法的话 就是中共他一直认为 自己打超限战 肯定是非常牛的 然后非常厉害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说 美国不是说不能打超限战 而是说这些近代的历史 这些和平来讲的话 不允许他那么轻易的 去使出来这张牌 而现在看到了这个国际局势 就像我觉得这个 习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谈话 暴露出来一些一些信息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他认为说 哎 美国肯定不会使用核武器 我觉得是说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 就是说美国肯定 不会轻易的使用核武器 然后同时他也说 这个所以说他要怎么呢 他要搞这种内部颠覆了 然后搞这种用这种 让美国这个没办法 这个就是打疼 往肚子里边咽的这种办法 然后让他没办法 然后就把这个台湾给拿下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暴露了 同时的话 这一年半左右的这个时间的话 整个西方世界对 中共的这个了解的话 对这个邪恶周星的这个了解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又造成什么呢 造成说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 发生了好多的事情的话 其实是明面上 在超线这个战场上 或者说在 非火战这个战场上 其实事实上的冷战 已经是在 就是说 已经是在这个部署 已经是在进行当中的 一个前期进行当中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这个 在中共国的这个南海施压 比如说在台湾这边 比如说在这个以色列这边部署 对吧 整个西方自由世界 该该给的钱都都要给到 该部署的军队都要都要部署到 然后该这个给的压力 全部都全部都给到 包括这个耶伦 比如说去这个北京的这个事情的话 明显就是走程序 很明显的一个过程 就是走程序 最后通牒也好 然后最后警告也好 等等的话 对吧 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事情走到了以后的话 那么现在其实你想 谁是那个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边咽的 其实看出来这个形式来讲 和事实上数据上来讲 其实中共是那方 就是说整个西方在强烈的 在给这个邪恶中心施压 包括说跟这个日本首相去见面 然后这个奥古斯联盟 有一些进去 有一些出来 有一些挡着等等的话 这些的话 就是说明着把中共国 中共的这套体系 整个这个邪恶中心 这套体系 排除在下一个阶段的 这个科技的这个阶段的 这个联盟之外了 对吧 比如说上一个阶段 就是联盟 芯片这个事情 你想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段 被排除在芯片产业 或者说这个高科技产业之外的 这些国家的话 它这几十年过得得有多难受 对吧 它的经济发展 它的科技发展过得得有多难受 现在是明着已经把中共 这些排在之外了 这是说这个科技 上帮领域等等的话 可以说这个西方自由世界 现在是有条不紊的再往前去施压 再往前去戳击 其实就是戳击这个邪恶中心这个联盟 那么他戳击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就很像是在这个二战的时候 比如说珍珠港这个事情 对当时的这个日本中国主义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到哪一个阶段的话 这帮人憋不住了 就说不行 我们一定得这个分歧反抗 我们一定得搞出个什么事 来搞出什么一个动静 那么只要是说像这个 这个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一样的话 他敢去搞这些事情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西方文明世界的话 可以说是十纳九文把他拿下 问题是现在的话 就是说对于中共这个点上 比较麻烦的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呢 因为习这个人是比较能憋 比较能忍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性格 那么在跟他过招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你怎么样能够用一种方式 用一种这个压力能够戳到他的这个敏感的点 能够戳到他自己说不得不去出手的这个点 其实就需要很多的智慧和这个部署 我自己看到的大概的这个 大的方面是这个样子 交上给你录的先生 你对于这个耶伦访华 这个和马英九 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两点 好的 我先说这个马英九这个事情 比较小一点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说我其实很同意 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的这个逻辑 这个道理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完成了 他所谓的这种政权的交接 或者说这个党务的交接 资金的交接 人民单的交接 他整个的这个暗线的部署的交接等等的话 这些东西已经交出去了 就相当于说这个 马英九这个人可以说是 就虽然已经退下来不是总统了 但是说实际上的这个影响力来讲的话 在国民党这边的话 可以说是怎么讲 中流砥柱的这么一个作用 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这种某一个集团 或者说某一个组织的这种 隐形大佬背后的这种 什么精神领袖这种 基本上是这么一种 这里边也当然也不乏 这个中共使得好多的力气 给他好多的支持 把他推到这个位置 那么 在他把这个 国民党这块已经完全搞定了 已经交接以后的话 那么他跑过去的话 就是邀功嘛 对吧 给一个面见圣上当太监 然后面见圣上 这个事搞定了 然后我这个皇上赐个皇马褂 然后这个背上拍两下 对吧 然后夸奖夸奖 给了好处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他现在事实上在做的一个事情 他现在事实上在 不动在做的一些事情 你发现主要是跟谁呢 主要是跟日本有关系 就是说挑战这个民族仇恨了 说什么这个尖阁列岛了 什么什么这个 呃 这个呃 南海的一些这些这些岛屿的话 是说啊 这个应该应该是根据什么史实记载 对吧 这个节目里边提的那个比喻非常好 对吧 就是我换成另外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喻的话 就是说一个房子的房产 房企这个房子的这个地产证 对吧 归谁和谁租这个房子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吧 你这个地产证是谁 这个房子才是归谁 下面就是说你有什么租客了 然后大家过来是是这个开奶茶店了 还是说过来这个住了 还是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这个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这种安排 但是这个地产正常说的 说的这个地方归谁才是归谁了 对吧 然后这个马英九这种人的话 就相当于说完全是照着中共的那条胡说八道 那条逻辑往下往下再再说 什么自古以来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就纯粹就胡说八道吧 没有任何的这种 现代社会的这种法律的基本的 呃 常识和逻辑在里面 当然他们他们也是故意怎么做的 那么呃 就马英九这边的话 就是说已经交接好了 然后他现在的主要努力目标 其实就是相当于说 帮着中共去搞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矛盾 对吧 跟跟日本这边相当于说 因为日本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确定的 别管是奥库斯联盟 还是跟这个五眼联盟 还是说在跟这个西方世界站在一起 他就相当于是在 呃 就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最前线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同盟军里面 最核心同盟军里面的这么一个支点 呃 中共看的这个支点是一个眼中钉的一种感觉 肯定想把它拿下 拿下或者或者弯掉 这是这是说马英九这块 呃 耶伦访华的这个事情的话 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对比一下 就是说这次访华和上一次访华 对吧 时间间隔其实并不长 中间中间隔了没没多长时间的时间 但是他的表态 比如说第一时间去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然后他的用词是说绝对不能容忍 然后不允许等等的话 这些这些用词的强硬 再加上他本身的这个呃 一些一些活动来见的一些人来讲 就是说呃 可能可能说上一次的话 还有一些这种外交的斡旋在里面 或者说他作为一个财政部长 他需要去做一个合适老去做他的本职工作 能不脱钩尽量不脱钩 能不锻炼尽量不锻炼 然后能能这个继续合作 继续往下往下搅浑水 还是要还是往下搅 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是 就是有一些这种影子在里面 那么这一次的话 基本上说这些影子啊 就经过这几个月的呃 时间的这种呃 沉淀或者说内部的商讨 包括一些数据的统计 包括说整个美国可以说是作为 从行政到外交到军事 然后再到这个国家的这种 准备再加上事实上的经济的一些脱钩锻炼等等的话 我自己感觉这一次的话 耶伦是很有底气的 就就就过来的话 更像是一个呃 再走一个流程 就是说以这种 现在拜登政府的这个 代表这个拜登政府 从财政上这个呃 就就相当于说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基本上已经很清楚了 你们想做了 你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背后的那个目的 就是把美国给给做掉 把整个西方世界给颠覆掉 这个事情我们也很清楚 那么现在的话 既然双方都心照不宣的这么一种情况的话 那么我就告诉你 如果说你胆敢往下走下一步的话 那么这边的话 可能就会出一些 呃这个呃这个 就是说比较比较强硬的一些手段 当然最强硬的 就整个金融口里边最核弹级别的 就是这个Swift系统 如果说把中共从Swift系统里边提掉的话 你可以想象中共给俄罗斯的钱 他怎么打对吧 你你中共给俄罗斯打人民币 俄罗斯肯定不收的对吧 这种民币别人人家是不会收的 你你打的话 你肯定要打美金 你打美金的话 如果你没有Swift的系统的话 你怎么打 这就是一个账户嘛 你账户给你疯了 你怎么打钱 这是这是这个这个方面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他想保持自己的这种什么韬光养贿啦 然后自己的这种内需啦等等的话 他需要的是这种呃 有一些这种外汇的收入 有些这种金融的收入 一旦他他的这个Swift的系统没有的话 那么这些东西都没了 就相当于说 你可以说短期来讲的话 可能吃苦收费最多的是中国老百姓 但是说中期来讲的话 背后一定会拖垮的 就是说这种人多 然后大家都都都吃不上饭 然后大家生活这边急剧的 短时间急剧的下降的话 会造成它的内部稳定 我相信我记得最近的话 不是呃 我相信肯定美国在做的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在在中共国内部 做一些颠覆啦 做一些准备啦 然后这个把这个政权搞掉的话 呃应该是在做这些准备的话 为什么我才这么猜呢 因为因为美国是有这个非常成功的 好多好多的先例 那这所有这些先例里面 当然最成功的就是这个 这个前苏联的解体嘛对吧 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他知道这个往下的话 你要去解体一个政权 往后一步一步怎么做 他是知道的 但基本上之前有好多的这种参考书 可以往前做 他只需要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说咱就说 如果说叶伦现在没有 不是叶伦啊 就说美国这边的话 不去马上释放这个核弹 这个金融核弹 就Swift的系统 即使他不去释放这个系统的话 那么所有的这些私营企业 美国是个小政府啊 他不会去要求你这个企业做什么 你那个做什么 出条文什么的 即使是政府出来这种条文的话 这个企业什么都可以打官司 然后然后这个高产阐述嘛 对吧 他不这么搞 他怎么搞呢 他就说叶伦去了 做了一个表态 然后然后走了 走了以后的话 你想 只要是不傻的投行 只要是不傻的这些金融 搞金融的 搞贸易的这些人的话 他肯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最快的速度 赶紧跟这个地方拖得干干净净的 包括说这种信用评级的降低 包括说银行系统 包括说这种贸易系统等等的话 大家都是撒鸭子 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整个的供应链也会说尽量的减少 在中共国供应链的这部分的比重 来规避风险 这是大家可以说是 如果说哪一个企业不这么做的话 CEO肯定会被炒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以说美国是没有用 事实上的这种任何政策上的这种强制 而造成了这个 事实上的跟中共国的这种金融 供应链等等 这种事实上的一个 一个加速的一个 突兜加速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 不论是说这种外交层面 还是说行政层面 还是说民间层面的话 可以说耶稣这次访华我自己感觉是 对于美国利益 或者说对于整个全世界的这种 文明世界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 是一个 这个加速剂的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也是给大家 非常明确的指明了一个方向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东西 我退回来来讲的话 就是说对于中共这边的话 可能说它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于习那边 我相信习习包括他自动团 包括他自己的话 也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挡这个趋势 先交换给路德先生 好 谢谢森林 那个像时间一样 咱们这期节目先就到此结束 待会还有更精彩的下一个节目 再见